大家好,我是星红 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妈跟我小妹从我老家回来了 最近我老爷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妈每周有休息一天的时候 都会回去看看我老爷 这不这次我小妹跟着去的吗 因为我跟我小妹不能同时离开 店里面有很多活要干 家里还有孩子照顾 所以我就没去上 但是每次我俩分开 等回来之后就都有很多话题要聊 比如我这边发生的事 他那边发生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俩相约一起走路上班 而且我今天走的特别早 平时我都没走过这么早 昨天晚上下的雨还挺大的 这个地面还没干 不过今天是个好天气 太阳挺足的 但是不是很热 现在还挺凉快的 你在这站着呢 从哪过来的 从对面过来的吧 我也从这边 这么正好多久 我在这找半天 你说这么点地方 俩发微信找了往半天才找的 首先我们俩先对比一下 看看我小妹叔叔比我黑了 太黑了 就去了两天就到这么黑 身上各个问题 你说楼在外吧 然后我看得过发小视频 钓鱼去了你知道不 我可喜欢钓鱼了 我虽然没怎么钓过鱼 就是想尝试一下那种收货的喜悦 在咱们这没有钓鱼的地儿 而且我也不会钓鱼 你得到一个专业人员领子 要不然我也钓不上来 我也钓不上来 我都是那个啥 我没戴眼镜 因为刚才是我的想法就是去卖刀去 但是我妹妹说 我妹妹竟然给我跟我妈都带鱼杆了 在那会儿坐的时候看那个鱼票 我那个然后 一动一动的 不是 我没戴眼镜看不清 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仨 把鱼杆 你把那个鱼杆全扔进去 然后我这也扔进去 他们仨在瞅自己的鱼票 实在瞅着我的 然后一动了 然后那谁就干嘛 而且拽我拽 可能就有鱼 到回来的鱼 小妹还在直播做鱼匠 我说你给我拿回来点鱼匠呢 是的 也没给我拿回来 不光鱼匠还是鱼汤的 老白了 暖白奶白的 我小妹这一道就是给我选的 我还吃草莓了 我还吃鱼匠了 我还上园子摘菜了 咱们这没园子呀 咱们老家那个黄瓜 咱家这边黄瓜都摘去了一茬了 我还让门砸了 是吗 这园就惹祸了 吓死我了 把我脚丫头给砸了 后来咱妈修好它吗 还有就是我小妹昨天坐高铁回来 坐的是一动坐 我到现在从来没坐过一动坐 也没见过一动坐 给我讲一下叔叔 这大妈分开的 你这说分开的 就是你坐的叔叔吗 对啊 我要是回来没有票了 早上在家喝了两杯温水 有点喝多了 刚才上肯德基借用了一下卫生间 跟我小妹使了个眼神 她居然没看懂 走了 来早餐吃碗豆腐脑 再拍俩苏蝦包子 这是啥呀 吃了这么大块脚 不花钱的早餐就是香 我小妹请我吃的 刚才在肯德基里的实验室 没明白 上这儿来吃的 剩钱八块钱 在肯德基一顿的十多块 你看这些什么呢 你不是我大神哈吗 好像不黑了 好好看 老型 真的老好看 你看看 老型